卓西乡公所为了要纪念大分事件 今年扩大办理系列活动 除了4月26号的全乡达尔记之外 也将办理多场次的座谈会 希望透过各界的参与 来更加认识到布农族的文化内容 卓西乡公所为了要纪念大分事件 今年扩大办理系列活动 除了4月26号的全乡达尔记之外 也将办理多场次的座谈会 希望透过各界参与来认识布农族的文化 要扩大办理 这个 满贝 满贝 满贝的比赛 我们要邀请全国各乡的布农族 包括台北市 桃园市 虽然他们已经离开了原乡 但是他也可以练习 满贝 满贝就是我们就自己研究 满贝是满贝 因为布农人问我 满贝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不一样 满贝就是背负重物 第二次大分事件百中年系列活动 其实早在3月4号 有办理过一场学术论坛 主席厂长呂毕贤说 他希望在今年的7月份 再次办理论坛讲座 邀请全台各地对布农族文化历史 有兴趣的学生以及老师们来参与 全乡的设计 我们现场会来 其他的立委 各各一些装小也会邀请他们来 但 其他我们的布 无神速度 我们还会继续办第二次的论坛 是我们有关学术方面的 我们会放在7月 因为我们希望邀请大学生 高中生 由他们的教授 带过来 带到主席厂 吕碧贤也说 主席厂布农族人认为 大分事件是族人勇于向入侵 一族挑战的骄傲跟光荣 事件结束之后 日本人立碑纪念死难的日景 却将布农勇士说成凶班 说是凶班叛乱 这完全与事实背离 因此他非得还原历史真相不可 所以论坛座谈会将会扩大办理 记者高松松 卓西湘采访波动